屏东县文化处最近正进行胜利路与博爱路卷设周边为鉴的拆除工程 从空中看来卷设群更加壮观 图将敬业提供分享 屏东是中山路两侧的卷村园区 从96年起就有71户卷设被列入历史建筑 迄今满10年但只有21床委外营运 其余人残破 外界构病实在太慢了 县福表示从今年起预计投入近7亿元经费修缮 第一期20户预计明年终可修复 图为已修复的均格管图本报资料照片分享 县文化处表示 屏东省利新村及崇仁新村总计有71床镇设备保留 国防不原定民国98年交屋 但一直拖到101年才交接完毕 另外地方经费困窘 过去的研究调查及修复工程都是有多少签 做多少事 今年应有前瞻预算 驿注 眷村修复进度 渴望加快 文化处指出 加上今年新增12床 列入历史建筑的眷设已增为83床 尽管先前有21床以委外经营但有的屋顶漏水 因此这次修缮工程遍及83床第一期20床修复就需1亿多元 已于今年5月发包预计明年中就能看到成果 在屏东眷村内还有多床眷设待修 记者翁真霞摄影分享 令63床修复计划 由县府向文化部争取再造历史场预赐 8亿元一柱 修复工程预计明年初展开 这也是屏东县罕见 针对文化资产 投入如此高额修缮经费 文化处表示 以胜利眷村而言 平均每床修复经费就要500至600万元 从仁新村的眷设皆为独床 辉瓦与林板更是讲究 平均每床修复费用更高达900万元 几乎要比新建一床还要贵 不过文化处强调文化资产无可替代 屏东眷村修缮工作 十年来的进展有限 连友谊进驻的业者都认为 修复进度实在慢到连眷村位都走掉了 文化处表示 待明年中第一期修复工程完成后 就能明显看到眷村大跃进 文化处表示 目前有20床修复工程已发包 预计明年中就会完工 记者翁真霞摄影分享 除为已修复的将军之屋 图本报资料照片分享